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光发热的他 五个月的时间 肖战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他是娱乐圈当中的一代顶流 然而却变成了被抵制的诗格偶像 也成为了更多人称赞的正能量艺人 最近肖战粉丝为九江市蓝天救援队送热饭 前来帮忙送物资的小飞侠特别多 果然和他们的偶像是一样的 伴随着肖战工作室再次发生 这场风波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点 工作室发布置信性 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并且与大家合力维护王的环境 而在这个时候 黑子还在想尽办法的往肖战的身上泼脏水 一些小飞侠心有不甘 直言亦难评 但是更多的粉丝却一如既往的与肖战一同做公益 众所周知 九江殉情告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全国各地都胜出了援助之手 肖战和他的粉丝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公益项目 一开始肖战公益站 购买了10500条编织带支援九江湖口 紧接着肖战的粉丝又纷飞了自发购买编织带 共计40万条左右都已经瘦碗在去 如今清文在前线的救援队吃不上热壶饭 肖战粉丝购买了800箱自热盒饭 送到了九江市蓝天救援队 由于送的自热盒饭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凭一己之力很难送到救援队的手中 就这样 很多小飞侠跑过来帮忙 就连开小灶的工作人员也加入到其中 粉丝与肖战一起发光发热 为抗红救灾前线圈缓编误以及之前做的每次的公益 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大家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声又一声的赞美 更是一颗又一颗感受到温暖的心 很多人原本并不认识肖战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然而如今很多人都记住了肖战 因为得到了肖战和他的粉丝的帮助 这一路走来肖战在网上被骂得很惨 有人说他偶像失格 也有人说他应该退出娱乐圈 五个月的时间里谩骂和诋毁从未间断 面对这一切肖战曾经说过想不通 这是很多人的真实感受 想不通肖战为什么要被抵制 想不通肖战为什么要被黑着 即便是想不通肖战也从未忘记过善良 过境成立了肖战粉丝公益项目 就亲自走到其中 凭借一己之力将粉丝的每一份公益之心汇聚在一起 做着一件又一件 可能肖战和粉丝做的公益不值一提 因为公益本身就是一种人人都该有的责任 但是却有格外的眨眼 因为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 承受了多少的伤害 都能够带着暗意发光发热 其实很多人都缺少一份 换位思考 如果站在肖战的位置来想一想 就会知道他的感受 就会知道他受的委屈 但是于肖战而言 吞下的委屈撑得起 格局 即便在网上被骂惨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依旧会发光发热 近日肖战粉丝公益站号召的公益活动 引发了众多网友热议以及官媒关注 而且肖战大员的品牌产品 也登上了央视新闻频道 这是对正能量的重视 相信大家对央视新闻频道 或许有一些陌生 那就跟着有期先来认识一番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他的频道呼号为sctv13 简称是央视新闻频道 或者央视13套 地属机构为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 央视新闻频道是以新闻资讯为主的频道 自开播以来 为新闻传播调整了广阔的空间 一直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增强了电视宣传的时效性 针对性 由此可见肖战代言的品牌产品被报道 是对正能量的重视 在新闻报道当中 能够看到物资被消防官兵们 一一地送到了灾区的民众手里 而消防官兵的手里面捧着的这些物资 正是肖战代言的品牌产品 开小灶的自认米饭 为在灾区的民众提供了便利 因为灾区当中有不少老人 所以送去的物资的消防官兵们 有细心认真的将会他们 如何使用开小灶的自认米饭 当老人听会之后 纷纷表示感谢之情 看到人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的时候 应聘前的大家也都倍感欣慰 从央视新闻频道看到品牌方 开小灶的这些自认米饭 已经全部送达有需要的灾民手中 体现了救援人员的辛苦 同时97也希望 抗红阴线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恢复正常节奏 据了解肖战的粉丝公益战号召的 为救援队员送热饭的公益活动 也有了最新的反馈 第一批800箱 一共是3200盒的开小灶 已经送达了九江市蓝天救援队 第二批带送达 在粉丝购买开小灶进行捐赠的时候 品牌方降音价格是进行调整降低了 以最优惠的价格让大家传达爱意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肖战粉丝们在进行物资购买的时候 因为购买的人太多 导致服务器出了问题 正表明不管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是自用的 还是说他用的 那么这都需要拼手 要不然就秒没了 看到大家如此热情 积极的参与到肖战粉丝 公益战号召的公益活动之中 97看到的善良的人依旧在善良 而央视新闻频道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 这不仅让广大观众看到灾区情况 更是对正能量的重视 现如今肖战工作室再次呼吁广大粉丝 不做打榜与姻缘等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独立思考 照顾好自己向阳而生 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那大家在为九江抗红一线所做的一切 相信加以十日传递正能量为爱而行 会成为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而这先行之力便是肖战以及粉丝 这样的供应活动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学习是力所能及罢了 让我们一起为正能量付诸实际行动 加油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